我是奥峰,也是秦城著名的废物七少尹 作者 峰行烈,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 第114集 小土坡的最高处,英俊迷人的雷玉峰站在大队人马的前方 迎着出声的太阳,微微瞇着有些泛黑的狭长眼睛,情绪低迷 傲峰的不告而别,让他好生伤心 一方面,暗暗地怨他不把自己当朋友 有事情也不告诉自己 一方面,又怕他是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唯恐他会受到伤害 虽说,心中明白奥峰实力不弱 还是情不自禁地就担心着 连着几天夜不能寐 他这辈子还从来没有为谁这么恍恍不安过 该死的混蛋 你要是再也不回来 下回见到你,我非揍扁了你不可 眼看着太阳升起 雷玉峰有些挫败又气愤地一挥手 赌气般地叫道 哼,你要揍扁谁呢 又想瘦多欺负瘦少啊 一个有些冷淡的笑声 在这句大吼之后,默得冒了出来 不是很响亮 听在雷玉峰耳里却犹如一道惊雷 焦急回头 瞧见那个俊美少年正对着自己含笑着力 雷玉峰心潮澎湃 眼里竟有些热了 欣喜激动地狂呼一声 哼,奥峰 便冲上去 一把将奥峰搂进怀里紧紧一抱 完全忘了刚刚还说要奏扁某人 嗯,奥峰没料到 他居然会这么激动 而后也露出一个高兴的笑容 男人的胸怀很结实,很火热 能让人感觉到其中那颗赤诚的心在跳动 忍不住反手轻拥过去 或许这是一种最原始的冲动 眩目的金色阳光 仿佛停顿了那么一下 二人相拥的身影 在一圈金边之中仿佛成了一个黑影 美得像是一幅画 满目惊骇的人群竟是寂静无声 没有任何人愿意打破这种美好 绍请,奥峰拍着他宽阔的背道 好了,我又没有出什么事 只是外出了三天,不用搞得像生理死别了吧 你还敢说?就是出去,你要和我说一声吗? 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了,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呢 雷玉峰松开双臂,却还是抓着他肩膀 恶狠狠地瞪着他,口吻气氛里带着几分哀怨 众人不觉得一阵寒毛倒数 这男人怎么像是被抛弃了似的 结果,接下来,奥峰就很彪悍地说了一句 怎么会,你很强的,我上回就领教过了 这片森林里也找不出几个比你更好的 不要你要谁啊 周围的人们被雷得人仰马翻,眼冒金星 秦奥海在旁边怒气冲冲地跑过来 冲着雷玉峰挥拳头 我靠,你小子什么意思啊 竟然敢对我弟弟干这种事情 听到那些传言我还不信 没想到你竟然真的这么禽兽 奥峰和雷玉峰一愣 这才意识到刚刚的对话有多暧昧 当即双双一阵爆汗 你想哪里去了 我说的是保镖 我答应奥峰当他三个月的保镖 雷玉峰连忙说道 心中却还有点小小的心虚 人们皆是一副不相信的表情 已经认定二人的奸情了 不少人心中想着 雷玉峰阁下 您扯淡也扯得有点可信度好不好 谁都知道您向来是独来独往呀 不缺钱 家事背景又大 这个秦家的七少爷 给你什么好处 能让你当他的保镖三个月 不要解释 解释就是掩饰 奥海 你怎么也留下了 奥峰惊讶地问道 你没回来 我不放心 秦奥海笑了笑 重重地拍了拍奥峰的肩膀 短短八个字 又一次让奥峰的心口炙热起来 这位从小就对他极好的堂兄 已经提前在家族和自己之间选择了自己 雷玉峰阁下 既然你等的人已经回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上路了 一位体格健壮 肌肉快快突出 身背重剑的刚义男子 眉毛一挑 出声提醒道 奥峰这才注意打量了一下 这个冒险者组织的自由联盟 一共大约七十余人 比起各个家族的幻师队伍 都要大上一些 而且实力不弱 二阶职业者近五十人 三阶职业者二十余人 几乎是日不落森林深处的 全部此刻能出动的强者 其中竟还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 一星剑士 就是刚刚说话的那名剑硕男子 这个阵容 实际并不比四大幻师家族的 任何一方差 甚至还强上不少 虽然比不上那四方联手 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雷玉峰点点头 正色说道 那就出发吧 我们必须加快速度赶落 否则我们赶到龙穴的时候 前方的篮架 可能已经得到龙蛋了 奥峰眸光一动 默默下巴提议道 昨天我去了一个山谷 谷口有一条小路通向山脉内部 我们可以抄小路过去 刚刚说话的那位剑圣 确实一皱眉 不行 死亡山林里 小路和幽静 多数都有强大的魔兽霸占地盘 万一碰到一个 我们的队伍就会受到损失 我们不能拿任何人的性命开玩笑 奥峰肯定地说道 这个你倒可以放心 那片地方昨天已经被我清空了 不会遇到什么魔兽的 走大路也同样会遇到高阶魔兽 在死亡山林闯荡 还是看运气好不好 话是这么说 不过奥峰却很肯定自己的运气 一定很好 那片地狱 昨天刚被一个超神兽施展威压 与人大战一场 这个时候绝不可能有什么魔兽 敢摸过去 非常的安全 听奥峰的吧 奥峰 你带路 雷玉峰知道奥峰的实力 也明白他的个性 只要他有把握 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跟着他走 奥峰对他笑了笑 跳下吐坡 一马当先要往前走去 奥峰的冷喝声却又再度响起 等一等 男子神色冷力地走过来 逼是雷玉峰道 雷玉峰阁下 这次行动的首领虽然是你 但是我却无法认同 你这种随意的态度 这可是死亡山岭 你怎么能把大家的安全当儿戏 这个秦奥峰有什么本事 明明就是秦家一个没用的废物 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 你 我服 但是他通过你来命令我们 我却不服 沃南阁下 请你不要出口伤人 奥峰如果没有把握 是不会提出建议的 雷玉峰面色一沉 回望奥峰一眼 生怕他会因为这个废物二字 受到什么伤害 毕竟曾经的过往不可能轻易忘记 他不愿意再看到 奥峰有一丁点的不开心 本集结束了 拜